再來看如果您煮飯 或者是料理有障礙的話 就一定要來看看這位YouTuber 克里斯汀創造了 自己的美食自學廚房頻道 除了一般做菜教學 他還會推出實驗型的影片 以及知識型的影片 面相非常多元 只是他不是本科系出身的 難免會有被質疑的聲音 否則克里斯汀也會 從網友的留言當中 截取具體的意見 作為下次拍片的養分 紅蘿蔔 洋蔥等食材 先統統切成大約一公分的小丁 培根 GO 接著把培根下鍋與大蒜拌炒 接下來我們下蔬菜 如果你講究一點的話 你可以照順序來 先下番茄 洋蔥 紅蘿蔔 櫛瓜跟茄子 這天來到克里斯汀廚房 他正在教學義式雜菜湯 利用無水調理 引出蔬菜的水分和甜味 再添加番茄糊和玉桂葉 搭配烤的酥脆金黃的麵包 義大利美味在家就能自己煮 OK 這樣就是成品了 拿著麵包當你的湯匙 狠狠地給它挖上一口 聽著脆口的聲音 恐怕讓不少人也很想來上一口 克里斯汀創立美食自學廚房的頻道 三年多累積了35萬的訂閱 但其實他原本跟料理完全站不上邊 其實我的料理啟蒙正好是 在唸新聞系的時候 看到我一個學弟 他在幫他女朋友做義大利麵 然後我就覺得好帥 但是我真正開始學料理 學做菜是在當兵的時候 整個完全投入是 我開始看了 Jamie Oliver跟Gordon Ramsay 他們在YouTube上面的很多影片 新聞系畢業的克里斯汀 原本在報社當記者 因為藏不住被勾起的料理魂 考慮長達一年後決定放手一試 轉做專職YouTuber 所有料理都是自學 那段期間我就已經決定好 我在創業之前 我就要先把公司成立好 我們是有先放了一筆錢 成立了一個公司 然後我們用一個最小規模的單位 兩人 然後三個人 到現在可能會有一些外報的剪接 或者是公讀生 後來很幸運 我們去年有轉輝為贏 我會在不同的時機點下鹽吧 四個小時前 料理前 跟料理後 測試的就是 這三塊吃起來 會不會因為下鹽時機點 而有口感或味道上的差異 對轉職省慎規劃 也用心設計頻道內容 除了一般常見的做菜教學 還會推出實驗型影片 以及介紹牛排如何分級等 各種知識型影片 也讓克里斯汀的頻道粉絲占比 男性高達八成 現在這一間就是我的工作室 我們知識型影片拍攝的地點 翻開工作室的料理相關書籍 隨處可見克里斯汀畫重點做筆記 一支這種知識型的影片 或者說可能那種料理實驗型的影片 大約都會是花三到五個小時去準備 小碗完之後 再去變成自己的畫寫成腳本 哈囉 YouTube的手機是克里斯汀 其實我做我的頻道 我就是抱持著一個 對料理的好奇心 然後對料理的熱情 所以我才含 就有一個口號叫做You Doors 這也算是我自己發明 就是一個自己做的概念 鮭魚片 大氣隨性的給它鋪灑上去 哈馬生起司 初中只是喜歡料理 也認真發想各式主題 但非科班出身的克里斯汀 儘管不是以廚師自居 仍然迎來了不少網友的質疑和批評 然後我其實不是馬上站出來 就是一個好像一個大廚的形象 或是料理專家的那樣子的形象 而是一個大家看著我 就好像跟著我一起成長 是那樣子的感覺 所以可能在影片的 可能前期一些 大家都會說做菜很爛 為什麼要罵罵罵網路的評論開始出來 那其實對我來講 一開始是蠻傷心的 龐大的新的壓力 克里斯汀坦言始料未及 但他試著改變想法換個角度 從網友留言中擷取具體的意見 作為下次拍片的養分 上一次製作底下很多的留言 然後可能是說做得太黑 然後成品不是那麼滿意這樣子 我準備了一些改變 希望成品會比上次來的更好一些 我在吸收了 我認為是比較具體的建議之後 我現在就拍了一個2.0的版本 把整個細節注重得更好 然後把要強調的衛生觀念 我在影片當中更明顯地去強調 我覺得這就是我認為最好的回應 不怕碰壁 再學再做 畢竟料理師們學問 大量的資料收集與閱讀功課少不了 還得承受各種聲浪 克里斯汀坦言人堅持前進 粉絲也是人動力 他們家裡是在做一個 好像是牛排店 但是他不是很想要接 看了我們的影片之後 慢慢一看一看 就好像是找到自己對料理的熱情 他就願意去接手家裡的事業 那這個故事我聽到以後 我覺得算滿感人的 原來我的影片不是大家 就是茶餘飯後笑一笑的 或者是看一看的影片 你是真正的有影響力 去改變人家的行為的 當初憑著一股熱忱 毅然決然開啟自學廚房 成為美食YouTuber 克里斯汀一路碰撞 精進 未來計畫要考廚師證照 也想開實體店面 在吳遠伯介的料理圈 他很清楚想進來不難 想長久要很努力